现在的各位师傅 师兄 尊敬的各位大德居士 大家 张文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30分 2016年5月9号 刚才在时群与大家做了点要分享 我们接着一群 每天讲故事之前 老宋都没有提高 没有草稿 可以说是讲到哪 算了 我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啊 可能还有那么一点思路 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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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始天马行空 没那主题 但是还好 都在一个脉络上 就是因果 但是干巴巴的理论 大家肯定不是那么爱听 心里会想 这些理论谁不会啊 这些理论谁不知啊 我都懂得老宋 我都懂得老宋 你太唠叨 简直就是一个话唠 刚才那时群分享的 其实严格不是故事 就是一大堆的理论 我们总不能在一起继续理论嘛 那就给大家讲点故事 讲点儿大家感兴趣的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世界上有六道 六道当中分阴阳 这个阴阳怎么分呢 可以分多种 如果以我们肉眼看得见的为羊 那肉眼看不见的 那就是阴 比如我们人 和一些能看得见的动物 我们称之为羊 那剩下我们看不见的 就可以理解为羊 如果三道理解为羊 那三恶道 就能理解为羊 大家想想是不是 如果按享福和受苦 对比的话 那天道如果是羊 那地狱就是阴 阿究若是羊 恶鬼道就是阴 人道是羊 畜生道就是阴 那六道之外呢 佛菩萨是羊 那魔 妖 就是阴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啊 你会发现阴阳的属性 也是在不断地改变 你是阴还是阳 关键看你和谁比 有没有一定是阴 或一定是阴的呢 比如说男人是阴 女人是阴 女人是阴 女人是相当于男人是阴 鬼就是阴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 变通 在家你是妈妈的儿子 在公司 你可能是一个团队的领导 在你的小家庭当中 你又是孩子的父亲 相对于妻子 你是丈夫 我们人生当中 一直在变换着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角色在不同的环境 有不同的体现 所以学 东西不能死板 死板了 你就执着了 执着了 你就入魔了 不能再讲了 再讲又是一堆理论了 赶紧讲故事吧 既然提到魔 那就讲讲魔吧 在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 有很多美丽的大海 美丽的湖泊 美丽的河流 看起来 那景色是非常的漂亮 是不是啊 一座山如果周边没有水的话 感觉这个山就死气沉沉的 有了水 就孕育的生命 大家看河流的表面 时而 已望母婴 时而 环绕有情 由此造就了人间许多美景 那是美不胜数 让我们流连望吧 美不美 美啊 这就是 羊的一面 我们肉眼能看到的一面 在肉眼看不到的世界 在这些河底 海底 湖底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湖面为羊 那湖底 就为阴 很多 很深的湖泊 阳光是压根 到不了那里 人喜欢羊 那肯定 有东西喜欢阴 鬼喜欢阴 妖喜欢阴 魔喜欢阴 那湖底 究竟有没有妖 有没有魔呢 不一定每个都有 但是的确 会有 在我们中国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叫做 河阳湖 老宋还真没去过 当然是指 肉体 大家可以打开百度照片 看看 河阳湖 太美了 你看看 那些照片 那些红日 那些湖水 真令人向往啊 真令人向往啊 日出湖 花红是火 真的有很多美美的画面 春来湖水日如蓝 美啊 美啊 但是这个湖泊 曾经有很多未解之谜 为什么当时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有很多日本兵就在这里边消失呢 难道是湖底的龙王 帮忙抗日 没有很多鸟兽在此失踪 当然也包括一些人 但人可能是上述 咱没见过报道 也不太了解 他们去哪里了 他们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遭遇 好 你也想知道 那咱们去走一遭 突发奇想菩萨恩准 于是后啊 逆行五人 哪五人呢 我 还有两位天眼见证人 家 天眼见证人的护法 他们哪儿来的护法呢 在我们佛宝剧天眼见证 时间超过一定的时间 积累够一定的功德 菩萨都会赐护法 我们要保证天眼见证人的安全 只有大家都好 我们才能见证更多的未知世界 将这些未知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都是国内距离并不遥远 我们踏上菩萨之连台 菩萨安排啊 两位天眼见证人 进入了不同的维度 这两个维度 都是魔 妖 所在的国度 这是大家能想象到的 这是大家能想象到的 维静在六维度 一年呢 是在二十三维 六维的魔 他们那儿压根儿没有房屋 似乎也不需要房屋 这里的磨各式各样啊 比如穿了斗篷 浑身黑气弥漫 这还算不错 看起来还有几分人样 还有很多牙根儿 你都看不到头在哪里 他们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对于我们的到来 他似乎没有怎么理睬 可能他们知道 我们来此行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降妖触摸 我们在保护罩里边 更多的只倾向于自保 我们只是将因果展示给大家 告知大家的地方 有魔 有干扰 这水底有很多地方 是魔 修行的地方 为什么那么多人被魔掠去啊 为魔要吸食人的精气 人的精华 当这些精气精华被魔吸收之后 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这个人或者动物 就会成为傀儡 奴隶 在帮魔做一些事情 怎么样 我们才可以 不被这些魔干扰呢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打扰他们 大家总觉得这个魔好像 就舍不舍 专门害人 对不对啊 其实我们为了菩萨才知道啊 这些被吸食精气的人 全身 他们很多是嵌磨的 他们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啊 是故意 探秘 或者呢玩耍 误入 这些地方 搅扰了魔的清修 魔成了清修了 虽然用词不到 大家 你进了人家的家门 打倒到人家了 人家不制裁你 制裁谁啊 就好像一个 国外人 偷渡来我国 或者一个间谍潜伏到我国 都会受到一定的法律制裁的 大家想想是不是啊 医名啊 是到了二十三维度 二十三维度里边 还有一些破旧的宫殿 这些宫殿是从何而来呢 现在还不方便 大家讲 在二十三维度的 虚空里 有很多嘉宾啊 蟹匠啊 等所谓的动物灵 被这些魔啊 被俘虏了 在工作 当然大家会想 那龙王呢 啊哈 龙王当然不可能被俘虏 这些虾兵蟹这样 可能也有其因果吧 不过二十三维度的魔 比六维度的魔 要厉害了许多 我们的护法金融 也显察怒相 不过为了方便 见证是以人生的形式 一起去的 其实护法金融 深批金甲 深陷 很多手 每个手上 都有很多法器 那种眼神啊 非常的灵力 可不是聪明灵力的灵力啊 使老宋普通话不好 历史厉害的厉害 我们的天眼见证人描述啊 如果这个眼神能杀人的话 这些魔已经被杀死几百次了 我们的护法金融 在我们的见证人面前 那是素材啊 文字彬彬 但在魔面前 却英俊卫物 各不相同啊 你们辛苦了 为了忽悠我们 天眼见真 你们付出太多了 真的万分的感恩啊 不过大家也能从此能理解到 为什么密中有很多菩萨县 岔怒向啊 是对那些明顽不灵 难以教化的人 而显得 大家想想想是不是 对于一个压根就不合理 讲理的人 你和他讲理 无异于对牛弹琴 只有你有足够的能力 将其降服 他或许才听你一言半语 这就是像我们平时一样 你教育孩子 他压根就不听 没有办法 只能打屁股了 先给板子 再讲道理 好了 这个时候孩子听话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博多的教育是多么的圆融 我们世间人 十二强调棍下出校子 十二呢 又强调说服教育 不建议打孩子 其实都有片面呀 佛法处处皆表法 你去寺庙看那些佛像 菩萨像 虽然你听不到 佛菩萨的言语 但是你可以从佛像当中 窥其端倪 怎么窥 这就要靠你的用心 靠你的智慧 如果你不懂这些 你看到这些佛像 你就会心里边说 哎呀妈呀 太可怕了 菩萨不是很慈悲的吗 我还是喜欢看 观世音菩萨的处像 你的分别心就起来了 殊不知菩萨 献什么像 和他的内心 完全无关 像是给众生看的 而其内心是在定中 因众生不同根气 而想不同像 因众生不同根气 而讲不同之法 菩萨 菩萨辛苦 小到大 让父母超过多少的鸡 我们师父没有理解 没有明白 其苦心啊 我们现在长大了 也为人父母了 你是不是发现 你苦苦婆心说的很多话 你的孩子 也当做耳边疯啊 其实 我们何尝不是如此 菩萨说的那么多经教 法门 我们犹如孩子一般 把菩萨的经教 当做耳边疯 不能圆龙 大家有没有看过西游记啊 那个时候都看过 张志宗版的 最近看过没有啊 好多师兄也看过 你看过明百七底了吗 有一段是 唐僧 让三个徒弟 来背心经 那一集呢 就是 为儿国 那一集 周八街跑了 大圣 赶紧也跑 因为背不下来 大圣 说了一句话 让我领会婆神 大圣说啊 自立而妄言 就说 如果你能明白 经文 真正的深意 你这个经 可以不念了 可以不背了 这就像一个病人 我们在生病的时候 医生开了这副药 当我们康复之后 这个药 我们还吃不吃啊 不吃了 法门如药 经典如药 当你明白了经所讲之深意 你了解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经 对你来说 还有没有用 没用啊 健康的人 何须用药啊 对于我们红尘中的凡夫 我们各有各自的病 我们还需要几个经典 来化我们的心性 来解我们的顽疾 我们要认真的读经 从经文当中 理解经文的内涵 理解经文的深意 从经文当中 开悟于宙人生之真相 但是我们又不可执着于经文 在理解经文深意之后 还抱着此经文不放 金刚经有云 佛有说法否 佛有告知 佛没有说法 无一法可说 但是大家确实看到了很多的经典 又是佛说 难道佛在自相矛盾吗 不是 是不同的语境 不同的时机 来让弟子们开悟啊 天过得好快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 十点二十二分了 今天的分享 要不就到此为止吧 说的太多 也怕大家记不住啊 说的太多 又怕成为耳边疯啊 见证颇阳湖 只有短短的十分钟 但是 却给我们开启了 一个陌生的时间 一个位置的时间 将事实的真相 展示给大家 但是 菩萨体续众生啊 告诉大家 夏天啊 不要去野外游泳 实在想游 到游泳馆去 能知道什么意思吗 是说呀 有魔有妖有灵存在的地方 不仅仅是颇阳湖啊 很可能 就在你的身边 只是 你不知道吧 也许 不是每个人 都出事 可是 万一呢 如果你被魔吸了精气 那你就是魔的傀儡啊 想尽六道轮回 都变得那么困难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好了 夏天了 想游泳的话 找某某游泳馆 某某游泳馆 是你最佳的选择 老中给谁再拿广告啊 好了 不说了 不说了 如果对大家有一丝的启发 还是那句话 多多转发 送幸福 天天与你 送幸福 感恩感谢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也将此 将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给 作为善知识 回向给所有听小故事 转发小故事 随喜小故事的师兄 朋友 及一切众生 愿大家家庭幸福 人人呢 开心 早日正悟成佛 人人回归极乐佛国 阿弥陀佛